第八百六十六集 古川麻石摊上大麻烦了 他的衰老正是人为的 叶好玄说 人为的 唐义倒是吃了乙精 没理由啊 这老狐狸阴险着呢 如果有人阴他的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阴他的人就是村政左府 虽然古川麻石是一个老狐狸 但是他跟村政左府比起来 冲起来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真正阴险的是村政左府这家伙 叶好玄笑道 这就更加想不通了 古川麻石一直是村政左府的狗 他的古川社也是村政左府 叶手提起来的 他为什么会对古川麻石下手 唐义说 很简单 因为古川麻石从来不用村政企业的药 村政左府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 他怕古川麻石越来越膨胀 越来越不受控制 所以便有了他对古川麻石下手的情况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把古川麻石牢牢地绑在自己的船上 因为村政左府现在正在被通缉 所以他现在全指望古川麻石帮他弄实验题 如果这家伙不受控制 对村政左府来说 是个很大的麻烦 叶好玄说 哼 古川都是老狐狸 唐义点点头道 现在打算怎么办 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啊 我先把他的病情控制住再说 叶好玄说 也是 我想村政左府既然选择 对古川麻石下手 那就说明麻石有一定的反心 所以村政左府担心这家伙不受控制 我们在中间挑拨着点 再助推一把 我想现在古川麻石现在恨死村政左府了 唐义笑了 哼 慢慢地周旋 跟这些老狐狸们玩 真心不如意 一个不小心 你就掉到他们的圈套中去了 叶好玄微微一一笑道 治好他 你有几分把握 唐义问 八分 他这种情况不算严重 如果药剂断了 以后他的情况就会有所改善 但是如果药剂依然在神不知鬼不觉地 注入他的身体 那他只会死得更快 叶好玄数 这倒是个令人不愉快的问题 古川麻石身边一定有村政左府的内鬼 我们现在首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内鬼揪出来 这倒是个麻烦 能瞒过古川麻石并向他身体里面注射药剂的人 要么他是古川麻石最信任的人 要么他就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他会是谁呢 唐义有些困惑地说 你觉得古川麻石身边有那种聪明绝顶的人吗 叶好玄问 没有 没有就算是我 也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他身上下药 而不被他发现 唐义摇摇头道 那就好玩了 那一定是他信任的人 你觉得他信任的人 只有哪些呢 叶好玄又问 为数不多 我算是之一 他女儿古川油美算一个 古川奈算一个 这是我所知道的 其他的人我还真不知道 唐义想了想说 那就是了 首先这个人不是你 叶好玄说 也不可能是古川油美 我见过他 他是一个单纯的女孩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他都不可能向自己的父亲下手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 古川奈 唐义瞬间明白了古来 他若有所思地说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我没有出现之前 古川麻士可以说 是对他无条件的信任 古川社迟早是他的 他现在急着动手 难不成是有些迫不及待了 有两个可能 第一 古川奈想早一天上位 所以他迫不及待的 向他义父下说 第二 村政左府越来越不信任 古川麻士 因为他太聪明了 聪明的人往往不受控制 他怕自己 不一品夫人的后尘 所以他想扶持古川奈 取代古川麻士的地位 也好宣说 你分析的不错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第二点 可能性极大 可能村政左府暗地里 找过古川奈 相比而言 他比古川麻士要好 控制得多 因为古川麻士 不相信任何人 他得知村政药企 在进行基因实验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 把自己平时所用的药 全部换成其他的牌子 可能村政左府 对此非常的不满 他觉得古川麻士 太不好控制了 唐义说 不错 就是这个原因 暗地里尝尝古川奈吧 最好能把他揪出来 这是古川麻士 和村政左府 决力的最好棋子 叶好宣 唯唯一笑道 没那么简单 古川奈不是傻子 他是不可能留下 任何一点把柄给我们的 只有慢慢来 放长线调大鱼 唐义沉引了一下道 现在古川奈被禁足 我现在就找人把你 即将治好古川麻士的消息 带给他 看看这家伙 到底有什么反应 可以 看看他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 叶好轩点点头 两人边走边聊 不知不觉地走到了 花园的尽头 叶好轩停下来脚步说 行了 我先走了 古川麻士的病情 没有那么容易治好 所以 我可能会多来几次 最好是能够取得他的信任 弄出村政左府的下落 以后我们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行 我找人送你 唐义点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惊喜的声音传来 叶君 是你吗 叶好轩一愣身 这个声音有些熟悉 他转身看时 只见一身和服的古川尤美 从花园的另外一侧走了过来 看到叶好轩他显得十分的高兴 由于太过激动的他 小脸微微地有些通红 尤美小姐好 叶好轩点点头 叶君 你 你是为我父亲看病来了吗 古川尤美抓着叶好轩的手 兴奋地问道 还没有等叶好轩回答 他便肯定地说 一定是的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为我父亲看病的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 我父亲的情况 现在怎么样了 看着他天真的模样 叶好轩真的不忍心欺骗他 他也不好意思说 自己收了他父亲 三十亿美金的真金 这个女孩给他的感觉很纯洁 心思很简单 就好像是一张白纸一样简单 在这人吃人的社会中 能像他这样保留那份 纯洁心思的人 已经不多了 他的情况很好 没事的 叶好轩点点头道 太好了 古川尤美双手握在一起 双眼微闭 他用窝语讲了一句祝福语 然后睁开眼睛 看着叶好轩诚恳地说 叶君 我能请你吃顿饭吗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 只是想感谢你 能来为我父亲看病 这 叶好轩有些犹豫了 说真的 他不愿意和一个窝国女人 有太多的纠葛 更何况这个女人 还是古川麻式的女儿 尽管她的心思很纯洁 很简单 但是叶好轩觉得 还是要和她保持距离比较好 我很崇拜你 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拜托了 古川尤美露出了一副 可怜巴巴的模样 让叶好轩实在是 硬不起心肠拒绝 那 好吧 希望 不会打扰到你 叶好轩有些无奈地说 不会的 叶君 请稍等 我去换件衣服 古川尤美欢呼了一声 然后转过身 兴奋地向自己的卧室里跑去 你 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唐义目瞪口呆地说 别人不清楚古川尤美 但是她清楚 古川尤美是属于那种 比较害羞的女孩 她一向不会跟 不太熟的人说太多的话 就算是自己 见他面 也只是互相打个招呼 可是叶好轩这小子 仅仅是和他见过一面 他竟然要请这小子吃饭 这让唐义郁闷不已 他已经看出来了 古川尤美看向 叶好轩的眼神不一样 直觉告诉他 他对叶好轩有好感 让唐义不明白的是 他自认为自己和叶好轩 长得一样帅 可魏毛没有叶好轩这等魅力 什么勾当 我只是和他见过一面而已 叶好轩说 不不不不 没那么简单 直觉告诉我 你们有奸情 唐义一脸地不信任 胡扯 叶好轩恼怒地说 好吧 就算是你没有感觉 但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看得出来 这个女人对你很感兴趣 唐义有些羡慕地说 厌福不浅呢 好好把握吧 她跟其他的窝果女人不一样 她比较害羞 应该是你喜欢的类型 胡说什么 这次来窝 我郑姑娘娘可是跟着呢 叶好轩苦叫道 扯啊 你会怕她 唐义不屑地说 然后他拉了叶好轩一把刀 古川麻氏最疼的就是这个女儿 因为有美的母亲去世得早 不管她生再大的气 只要有美出现 她的气都消了 所以 你得把握好这个机会 什么机会 叶好轩有些莫名其妙 用美男计啊 勾搭住这个女人 就等于说是勾搭住了古川麻氏 没事 你放手去干吧 比起把村政左府这根大萝卜拔起来 你这点牺牲根本不算什么的 唐义说 大不了若曦那边 我帮你作证就是了 我是正经人 是不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出卖自己的思想的 叶好轩一问正经地说 你正经 唐义吃笑了一声道 新文庆还说自己正经呢 半个小时以后 叶好轩和古川有美 一起出了门 一辆车 把他们两人送到了附近 比较出名的千尾湖 由于天下雪 气温骤降到了冰点之下 所以说湖里面 结了厚厚的冰 这个地方算是窝国的一个有名的景点 下了雪之后 这个地方马上就热闹了起来 因为后面有一座 不算是很大的山 滑雪流冰的项目在这里彻底的活了起来 现在才上午十点多 距离饭点还早 所以说两人来到了千尾湖这边 先游玩了一会儿再说 好美啊 在千尾湖前 看着湖中结着厚厚的冰 以及这如同粉装玉器一般的世界 古川有美忍不住惊叹道 他站在湖边张开双臂 做出了一个拥抱的姿势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大的雪了 东京不常下雪吗 叶浩玄问道 每年冬天都要下 但是近些年 因为气候的原因 好久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基本上都是落地了之后 马上就会融化的那种 古川有美说 大自然被破坏得太厉害了 叶浩玄苦笑啊 和一个窝果女人 谈论大自然的问题 她感觉到有些怪怪的 但是 她觉得这不是自己应该关心的问题 自己关心的应该是 村政左府这老家伙躲在哪里 或者说是 另外四颗女娃食 要去哪里寻找 大自然的问题 还是留给环保局的人吧 华冰吗 叶浩玄看着冰层上来来往往的人 不由地微微笑道 她在心里再三地对自己讲 这不是出埋色想 她也不是为了泡这个窝果妞 她是为了弄清楚村政左府 到底躲在哪个角落里 她这么做是为了挽救全人类 我怕滑倒 古川尤美羡慕地看了一眼 在冰层上滑来滑去的人 她很想去啊 但是 她天生对溜冰这一项娱乐 没有天赋 之前为了学习溜冰 请了一个专业的师傅来教 结果还是没有学会 她一跟头又一跟头地摔得很结实 所以她现在对这一项娱乐项目 有种深深的恐惧感 没事的 很简单的 来 叶浩玄笑了笑 拉着她到椅边 换了一下鞋子 由于下雪 两个人穿的鞋子都是防滑性的 所以说需要换鞋子才行 片刻以后两人换好了鞋子 古川尤美一步一滑地走到了湖边 叶浩玄率先走到了冰层上面 她见古川尤美迟疑的样子 不由得微微一笑道 来 不用担心的 有我在呢 看叶浩玄站在冰层上 稳弱泰山一般 古川尤美的心中 突然涌起了一股勇气 她冲着叶浩玄点点头 然后走到了冰层上 只是 她刚刚在冰层上走两步 却突然脚下一滑 她一声惊呼 整个人失去了重心 重重地向冰层上摔了下去 叶浩玄右手一揽 把她的胶躯揽在了自己的怀里 虽然现在两个人穿着棉衣 但是叶浩玄还是感觉到 她身上有种 惊人一般的柔软 古川尤美略显惊慌的表情 让人心中涌起了一股保护的欲望 叶浩玄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无耻 她无耻地利用了一个女孩纯洁的心思 但是想想村政左府有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灾难 她还是决定一条道走到死 你没事吧 叶浩玄俯着身子 一手揽着古川尤美问 两人的身子贴得极紧呢 感受着叶浩玄身上浓浓的男子气息 古川尤美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从未如此地接近过男子的她 两颊飞红 没 没事 古川尤美慌乱地摇摇头 她不敢和叶浩玄指示 生怕再多看一眼 自己就会沉沦在她那双深邃的双眼中 叶浩玄把她扶起来 古川尤美紧紧地抓着叶浩玄的手臂 一点也不敢放松 生怕一松手就会再次跌倒 没事 不要紧张 放松 放松 叶浩玄一边安慰着她 一边拉着她的手 向前缓缓地滑动着 古川尤美紧紧地握着叶浩玄的手 随着她一起向前滑去 千尾湖不算小 由于湖底水草的原因 这个地方中年碧绿 纵然是现在下了雪 解了冰 但是湖水中的碧绿 却是一点也没有减少 现在湖面上的冰层也一片碧绿 就好像是一块天然巨大的翡翠一般 叶浩玄滑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古川尤美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易 她觉得自己好像是要飞起来了一般 她高声地欢呼着 和叶浩玄一起在巨大的冰面上滑动 叶浩玄突然一松手 顾川尤美一声尖叫 她身子惯性地向前滑去 没有溜冰天赋的她马上就要摔倒 但是在她即将摔倒的瞬间 叶浩玄却像是男神一般 在她的另外一次出现迅速地拉着她的手 用力地一甩 她的郊区不由自主地在冰面上旋转了起来 加上她身上穿着的白色的风衣随风舞动 就好像是在冰面上翩翩起舞一般 很好玩 古川尤美觉得溜冰似乎也不是那么可怕了 她甜美的面容露出了最为真挚的笑意 她马上吸引了一些摄影爱好者 举起了相机 对她优美的舞姿进行了一些特性 在叶浩玄的指导下 她总算是能自己慢慢地在冰面上滑动 只是比起一些溜冰高手来 她只能说是刚刚勉强 不让自己摔倒的小菜鸟 纵然是这样 她也已经很开心了